主料,鸡翅中500克,主料,生抽5毫升,老抽5毫升,姜片4片,盐2克,石油2毫升,准备时间30分钟到1小时,制作时间10到20分钟,鸡翅中是超市买来的。 我用料酒粗洗干净后,又泡洗了3个小时,直至血水全无,捞出来控浸水,放入碗内加老抽,生抽,姜片,粘腌制1到3个小时,我放在冰箱腌制了一天,很入味,不沾锅放入机制中,不放油,小火,慢慢煎,要该干,看到一面不起了,翻面再煎,继续大概煎熟,放入少许, 理解鸡翅油,继续慢火煎,煎至鸡翅金黄,汤汁浓郁就好了,成品,本来是像配米饭吃的,你饭还没有熟,鸡翅就啃光了,烹饪技巧,一定注意要小火慢慢煎,大概嘛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